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二战纪念园 今天在这里举行了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活动 1944年的今天是为了占领西欧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一天 在这场成功但是付出惨重代价的战役当中 盟军也有16万人通过跳伞或者是涉水在诺曼底进行了登陆 当天虽然盟军有4500人左右牺牲 但是这场战役却为盟军在西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今天人们在这里举行活动向二战老兵们致以谢意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怎么说 引用左侧大西洋拱门下方艾尔森豪威尔将军的话 这段话出自他的反攻动员令 你们马上就要踏上征程去进行一场伟大的胜战 为此我们已经精心准备数月 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你们 我对你们的勇敢责任心和作战技巧充满信心 今天早上对在这个纪念园里聚集的数百人 我想说的是75年后以及未来的永远 这段话就像1944年6月6日在诺曼迪海滩上一样 依然真实 今天一个感恩世界的目光注视着你们 我们永远感激你们的勇敢责任心和作战技巧 我们今天的使命是确保爱国主义 荣誉自我牺牲和勇敢的美德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 我们自己的品格中体现出来 这些都是那一代人 特别是诺曼迪登陆时参战的人的品格 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相信你们所有人和我一样 特别高兴在这里看到 如此多的年轻美国人和年轻的盟友 因为你是将把火炬传递到下一个世纪的人 上帝保佑我们 上帝保佑那些在诺曼迪登陆时服役的人 他们带领我们度过了战争 上帝保佑美国 在今天的活动当中 几十位健在的百岁二战老兵们 和各盟国的代表一起 向在二战当中牺牲的军人 竞献了花圈 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为您带来的报道 这是我们的作词 报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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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